理清的一些觀念 第一個地方 琴拿最重要的就是 什麼時候用琴拿 琴拿到底有沒有用 先不要講琴拿有沒有用 你到底什麼時候用琴拿 就算他有用 你用的時機不對 那也是有問題的 舉個例子來講 現在我有一個對手在前面 好,我現在腦袋裡面想說 我學了琴拿 我今天要用琴拿 好,我們來開始 哇,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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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大概已經 我在邊想就邊死 邊想就邊死 那我們一直在講 曹鴻一直在講一句話 遠者拳打腳踢 近者軸撞膝擊 貼身琴拿 抱就摔 我們先講什麼叫貼身 貼身指的是 這叫貼身 我的肩膀可以在不移動我腳步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觸碰到 這個就是貼身 在這個之前 那我們同樣從這個邏輯來看 我這個時候我應該琴拿嗎 我要去抓他 我想要去弄琴拿 甚至我們經常會看到一種搖眼 好,來,學生出拳 踢拳 好 你看就覺得很假 我也覺得很假 原因是為什麼 貼身琴拿抱就摔 在你不移動腳步的情況下 要是你碰不到他 你就不可以用琴拿 距離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作為一個武術家 練習武術家 你沒有距離的觀念 就什麼都不用談 在我不移動腳步的情況下 我身體碰不到他 這個是可以 準備使用琴拿的時間跟機會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狀況 假設我們還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貼貼 在這個瞬間我形成一個小小的糾纏的瞬間 好,大家注意看喔 看到這隻手 好,鏡頭 今天我們攝影師比較差一點 鏡頭有帶到 好 我到了這個點的時候 我在這邊形成一個小小的糾纏 這個瞬間 注意看我就可以使用琴拿了 貼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琴拿動作 帶了一點摔的技巧 帶了一點小的關節的技巧 我們再看 另外可能有一個隨機的狀況出來 我到這個點上 你注意看喔 我這隻手上來 我想要弄它好 它低頭閃過 欸 到了這邊 這種是你可以使用琴拿的機會跟時間 但是很快 很暴力 很那個 我們再說吧 先不要講你的琴拿有沒有用 先講你在什麼時候用琴拿 這樣會比較好 你不要變成說 來,我們來練老余臥提 你看嘛,我講嘛 這是一個規矩 你練習的時候 也許是這樣練習 你用的時候你絕對不能這樣用 為什麼 你用的時候你也這樣用的話 我保證你在做這個動作的同時 這一拳已經送上了 那你說 那如果人家揪著我的毅力 我怎麼辦 我還是想用老余臥提 那你就看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的身形的技巧 又有 人家抓著你 為什麼第一時間就要開始做琴拿呢 沒有啊 他這樣抓著你 先打他一拳嘛 你打他一拳的時候 為什麼他也要揮一拳 有沒有看到 我們擠到一起了 我們擠到一起了 我就可以做琴拿 所以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的距離 重點在你距離的取決 另外一個 我們講蠶絲手 我們練習的時候 我們都這樣在練習 這樣練這樣練 那是給你一個時間跟空間的反應 讓你看到彼此的身體 對你的距離 那我反應 我再問一個問題 人家這樣抓你 我要做蠶絲手 不合理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人家抓你 你能不能 先進去揍他一拳 對不對 你也看到他已經 輪圈在上 你能不能先揍他一拳 揍他一拳以後 然後 我這個時候有沒有貼身 有嗎 這是我不移動腳步 我可以貼到他身體的距離 這個時候 蠶絲勤拿 所以 勤拿的時機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到底怎麼才是很晚盡才出現 在中國古代沒有勤拿這個名字 在中國古代 我們這一類的手法 剛剛你看到一些手法 基本上叫做分金錯骨手 分金錯骨手 分金錯骨手裡面 我們認為 從現在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討論之後 我們重新歸納整理 我們認為他分成三個階段 最基本的 應該是從皮層的控制 進一步的 你可以做到 筋肉的控制 最好 最厚的一個階段 也最快 最有效的階段 就叫骨的控制 我們會來這邊解釋一下 我們先來講 一般你在房間看到的琴拿 用槓桿原理 舉例來講 你先配合 可以稍微放重一點 小殘身手 拉起來 這邊斜下 用力 造成關節疼痛 斜下 旋轉 扭壓 按摩下去 所以我們會看到 他會有一個標準的結果 一二三 單膝規定 會變成這個樣子 非常理想 非常漂亮 所有用過的人都知道不可能 原因是為什麼 你看他今天比我高 比我壯 好 你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阿威可以告訴大家 他的身體結構的狀況 現在我要做第一個動作 我要把我手拉起來旋轉 我們現在有沒有可能 第一個 好像 手臂的除息度 當他往下壓的時候 你想用槓桿把它抬起來 不可能 他的手頭已經快兩倍大了 所以基本上 比我強壯比我年輕 我要這樣 好 另外一件事情 對方可不可以用另外一隻手來幫忙 好 這樣應該可以看出來 我們手的出息有差多少 好 撐出五分鐘 槓桿基本上 不太可能 除非他是一個白癡 或者是說 你已經到那個角度 但是問題是 就算到那個角度 就算到 已經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他的肌肉夠大塊 結構夠撐 他可以用肌肉去扛 所以 實際上 你想用肌肉去做勤拿 是一件非常蠻蠢的事情 我們再看 導力過體也是一樣的狀況 導力過體也是一樣 因為 導力過體的時候 你看嘛 一樣你還是用二頭肌 你用二頭肌去收縮 那你這個時候 你再往回拉的時候 你想要去扭這個 他的尺老骨 實際上他可以用二頭肌 這邊是直接把你所謂 這個大概就 我們講不用提升的這個切勁 提升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用 老鯉握體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蠶絲手的細部動作太多 沒有老鯉握體 那就空握一下好了 我們先剛剛講 這一類的槓桿 是絕對都不會有用的 所以你在蠶絲手 尤其是我們這個切手蠶絲手 可能講究一個黏的力量 所以你要再看 我真的在做的時候 我其實是需要帶動他的一個 表層的皮層的黏動 而且注意看 當他在帶動的時候 其實腳這邊是會微微跟著被帶動 如果假設他現在就穩住 然後師兄他用的是用力去拉扯的時候 注意到他其實只有上半身的肌肉 在跟這個東西做對的 那如果說你是用帶動的時候 其實他的腰塊 還有他的腳這個地方 是整體被一起被帶動的 是一個流動的感覺 對 那你看我們現在用了很慢放鬆的感覺 你還是鎖穩 那這隻手也幫忙 像這樣子 你看 我要用一個很流動的感覺 我找到一個流動的感覺 放輕鬆 坐下去 對 放鬆 然後這樣我們慢慢回來你就 就不會 再來另外一點 注意看他下去的那個瞬間 當他慢慢下去的時候 是這裡折住的 是這裡 他不是這邊痛嗎 不是這邊痛 是這裡折住 所以結構沒辦法撐 當他在繼續往下的時候 他想要用腳往走 但是因為身體 上半身被卡住了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掉下去 所以不是說 我這邊好痛 這邊好痛 我折下去 那個不是我們的勤拿 我們的勤拿是一種流動 我們是把力量卡死 鎖死下去的結果 第二個我們要講的是 就是筋肉部分的使用 怎麼樣筋肉對抗對發 然後讓他達成這個勤拿的效果 這用過去大家同學比較熟悉的 揚出陰迴的概念 這屬於筋肉的層面 力量有一個很清楚的 揚出陰迴的一個大的方向性結構 其實我們用比較 醫學的講法 這邊是收縮 這邊是生 生肌跟軀肌 生肌跟軀肌 那我們利用的 所謂的筋肉的勤拿 是利用生肌跟軀肌的天然特性 我在控制的時候 我實際上是幫忙生肌伸展 幫忙軀肌收縮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利用的時候 我的手就不會在這邊了 我的手可能會下來一點 我會做一點幫忙 所以我幫他的生肌 我要摸到他的肌肉 幫他的生肌做一個生肌 你會發現他的生肌有回應 仔細看看他這樣 這個時候他是 這邊往上 開始有點浮起來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是帶皮層的時候 你仔細看他帶皮層的時候 他其實是跟著往前轉出去的 這是有差別的 所以當他這樣子 當你用肌肉去做這個處理的時候 你仔細看他下去的那個瞬間 坐下去的時候 我們慢慢做 幫忙去腋肌 他是膝蓋前軀 是膝蓋 因為立暗在這個地方 所以當他這樣子抬了那個瞬間的時候 膝蓋會先跪下去 腰其實沒有折掉 對 那如果我是帶皮的情況 你仔細看就很好玩 他會 他是腰先動 腰先動 腰先動 不是膝蓋先掉 所以這些東西是清楚可以驗證 你可以看到你到底有沒有帶動對的地方 那先不用說是問你的同胖 鎖得很穩 你有沒有辦法帶動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最後我們來講一個帶骨 這個事情 我們直接用骨隔 骨架的結構 讓你骨架有點產生錯位 因為你骨架錯位 你力量不連貫 所以你倒下去 那我們再來看 這邊都有很清楚的骨架結構 肋骨 寬骨 膝蓋 靜骨 飛骨這樣的結構 我再搭到 你再看我如果用骨的結構 我的手就不一樣了 我的手會比較偏向這樣 因為這樣我方便感覺骨的方向性 所以我在這邊 我第一次碰到以後 我覺得這邊的骨卡死 卡死以後撞到 這兩根骨頭位置就不能再動了 好 鎖到以後 你們注意看 我下去的時候 我只要把力量鎖 它比較像是一個斷了線的木頭 會瞬間垮掉 那垮掉的原因是因為這樣 這個地方卡住了之後 這邊會折進來 折進來之後 這邊的肋骨實際上已經被鎖住了 這邊也卡住了 腳已經再往外翻了 你仔細看一下 在這次 好 先鬆掉 鬆一下 現在它的腳是放鬆 我們就這樣 一樣朝這邊 這個結構都是穩住 但當它折下來 折下來 這個已經往內疊進去了 這邊其實實際上已經鎖住了 所以大家已經在一個 非常危險的平衡的方向 我們有點發覺 每一個都錯過一點點 所以當我鎖到那個時候 我只要隨便 也不能說隨便 基本上要往一個不方便的方向 再多一個力量 大家就看一下 鎖鎖鎖鎖 �cket 它是膝蓋因為被鎖住 往這邊過去 所以整個人就垮下去 它不是像前面的肌肉 或者是帶動的問題 不過還是要圍到一點 像練習時 在這種地方練習 是為了讓你觀察 讓同伴或老師幫你檢查 因為它是膝蓋因為被鎖住往這邊過去 所以整個人就放下去了 它不是像前面的肌肉或者是帶動的問題 不過我們還是要回到一點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在這種地方練習 是為了讓你觀察 讓同伴或老師幫你檢查 可是拜託你不要想到說 來對方擺這個拳頭 我要請拿你 不要幹這種掌勢 這還是我們一開始講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